由李聖金金勇大主演的韓劇shooting style流星 讲述经纪人与大明星相爱相杀的故事 除了浪漫恋曲外也揭开了南韩演艺圈的神秘面纱 日前两人跨海接受访问 李聖金就笑说 剧中大概有95%与真实情况相同 不过为了增加趣味会加入一些戏剧性元素 除了窥探演艺圈的内幕 韩星恋爱往往也被视为大忌 金勇大说从来没有听过公司这样要求 反倒总是强调健康优先 自己也不认为只有工作是生活的首要任务 直言从公司的立场来看恋爱也不是禁止的 而两人第一次合作 李聖金对金勇大的印象是害羞又紧张 不过真正开拍后 发现他很能够跟韩星争吵斗嘴 让李聖金大赞金勇大表现得相当好 金勇大更自爆 过去演的角色都比较安静冷漠 这次在剧中饰演腹黑的巨星 他表示自己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但是和私下的孔太成 差不多有70%的相似度 是个有趣的人 他还加码爆料 剧中因为李聖金失误而被冠上太监称号 让他气得冲到洗手间试图理论 跳上洗手间隔板的桥段 是现场配合的即兴表演 没想到拍出来效果很有趣 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最后被问到对台湾的印象 曾经来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的李聖金表示 依然清楚的记得在见面会上 粉丝们愉快的笑容和对他的鼓励 每次遇到困难时 都会回想当时见面会而重拾力量 他也说来台湾的时候 吃的最多的是粉丝们送的零食和甜点 一旁金勇大也跟着附和说很想吃一次 这部分完全是举双手双脚同意的啊